因应役后缺工以及二度就业民众的求职需求 新北市就业服务处在新庄福音行政大楼举办了联合征材活动 帮助求职朋友都能够顺利地找到理想工作 此外新庄站长表示 现场同时提供役后改善缺工扩大就业方案 由厂商进行面试服务 以确保雇主跟劳工双方服务找到平衡点 为改善役后产业缺工问题 新北市就业服务处在新庄福音行政大楼六楼礼堂 举办联合征材活动 现场邀请18家厂商提供超过有800个工作机会 新庄站长表示 现场同时提供役后改善缺工扩大就业方案 由厂商进行面试的服务 以确保雇主和劳工双方服务找到平衡点 役后缺工的征材活动 那其实呢 这些厂商都会提供一些像储物助理 然后外厂服务人员 内厂服务人员 那提供其实现在的事业的民众来欢迎面试 服务人员有跟我解说 疫后缺工的部分 就是我们只要有符合那个资格 那我们去上班之后呢 90天之后我们就有资格 可以跟政府情理那个额外的奖励 那我觉得这部分对我们来讲 可以算是可以稳定我们的那个 就是经济压力 就素表示现场邀请18家厂商 其中餐饮业储备店主管月薪更高达52k 吸引不少求职者前往面试 那其实我们这边也会有一些 比较特别的任务要求 可以让你迅速成为店主管 那我们也会有储备主管 储备干部的这些薪资 都是可以达到4万以上的 我们这场里面呢 薪资的部分呢 像疫后缺工都是有3万或3万2以上的一些薪资条件 那最高呢像竹间呢 也会有储备干部5万2的一个薪资 所以呢我们也期待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身材活动呢 提供一下劳工跟雇主都可以有个达到一个互惠的平台 活动期间人潮不断涌入 就服出在因疫后缺工及二度就业民众的求职需求 希望借由真才活动帮助求职朋友 都能够顺利找到理想的工作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道